请主计长 还有博士普查处的黄处长 我们请主计长 师主计长 还有黄处长 还有负责抽样调查家庭支出计划的调查是谁 蔡副处长 负责这个家计调查的事 是蔡副处长吗 执行长 蔡主计官 徐委员好 谢谢 本事很简单 长期大家都在讲 但是我听到的这个 包括主计长 包括财政部部长 这个说话 好像都在 跟这个国际的学术研究的潮流 相对抗 是我们观念太落伍呢 还是真的台湾有伟大的超经济学家在当官呢 所以我现在请教你一下 因为全球化以后 世界各国都在关心财富分配 所得分配 差距的问题 那台湾 基本上 从人口结构 产业结构 所得分配结构 也都 因为国际化 变成一个新的趋势 所以我们就从统计调查的 这个基本原理来探讨一下 抽样调查 跟普查 会因为母体结构的变化 会产生哪些 这个失准 而必须调整的 这个因素 然后如果有这些因素 从学术理论上 早就 一百多年来 早就存在的问题 那么 台湾是一个 好像有超经济学家 在当关的这个国家 的关联 看法怎么样 做法怎么样 台湾自从退出联合国以后 我们在统计调查 上面很多 都开行我行我述 这是台湾真正 会被国际所淘汰的 自我因素 世界没有放弃台湾 但是台湾 脱离世界 有没有这个问题 几分钟 要探讨这个问题 不容易 但是简单讲一讲 国内已经有学者 就这个所得分配来讲 从付税资料 来做研究 然后有中央研究院的 朱敬一 胡胜正教授 主持的一个新计划 也得到国际认证了 那么还有文化大学 的一位教授 等一下我拿一下 这个资料都出来了 那你们也没有参考 来 答我一下 我请蔡主机关报告一下 我两个问题 刚才两个问题 一个是协理上基本要考量的 因为母体结构改变 所以你抽样调查 必须注意哪些修正的因素 那个根委员报告 那个我们整个家庭说之 事实上是我们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 那我们是会针对那个母体的特性 然后下去分层 那分层以后 那个抽样调查里面的分层抽样是 母体分配非常态的时候 所采取的方式嘛 现在是母体的结构 它的结构不是常态非常态的问题 而是结构本身已经改变了 对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依照它的结构 例如说以这个劳动力调查来讲 现在台湾随时都有将近百万的人口 在国外就业啊 那你母体 这个结构就变化了 我们家庭说之 那你所得 以所得来讲呢 我们以所得来讲 我们家庭说之 这是以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 没有错啦 不要再讲那些 大家都知道这边有学的文件都变化 所以说我们每年 不是在探讨说你怎么做的 我说你继续这样做的结果 因为母体的结构变化 所以你应该怎么修正 不然的话就失职嘛 来 那先先看那个 先看我们赴税调查的 因为21世纪 诸本主义21世纪 诸本主义的这一 这个皮凯这个写者 他已经提到说 你传统的这个抽样调查已经失真了 我是希望你了解 你懂 这些都是 是国内现在 几乎大家都看过的资料 最近半年来都看过的资料 也是在这边执行 很多委员已经关心过的 几乎你头上去 可是我拿这些给你送客 我拿你准备资料 这个给你报告 我给你报告 不是要你执行 资料怎么在这里啊 那个我们家里收支的 所得分配的资料 都是用 那个 因为这个资料 已经全国都看过了 杂志都登过了 所以我不用在这边表现一次啊 我不是在整理资料 在把全民报告 是在给你报告 我们都是根据国际的趋势 目前这个问题 你要处理 你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吗 有有 我们都有根据 有啦 怎么样啦 讲啦 好啦很简单啦 主席总长 你们这个 要美化数字 竟然人家是 现在是什么时代啦 现在自信发达到数位化 所谓的大数据的时代啦 大数据是以前 这个普查很困难 取得的资料 现在不用普查 随时透过 这些资讯就可以整整理到的 收集到的大数据 已经进入这个时代啦 现在交通哪里主射 透过大家 这个手机 卫星定位 在那个 在那个地方 那个路段同时使用手机的人 他不移动 就知道说那里塞车啊 已经进步到这个时代啦 你还点到帖帽 你那个家庭 收支调查的 你用几等份的 你现在公布的是几等份的 五等份嘛 没有美化 五等份嘛 就是前20%的 跟后20%的来比嘛 但是那些是用前1%的 當然不能去跟最后1%的 最后1%的 大概是领救基金的 不能比啊 所以用1%的 比其他99%的 用这个来比 你看变后多大 他们从2000年开始 加速恶化 就是扁政府跟马政府 这两个总统时代 前后十几年啊 恶化的速度超乎世界 为什么有公民运动 就是不公嘛 社会不公嘛 所以才有公民运动嘛 我给你演示输出 你那个十等份的 十等份的也不发表啦 跟委员报告 二不等份的 更不用讲啦 家庭 你公布的五等份的 所得分配的那个 公布的大概都是五等份 以及基尼系数 那么付税资料的话 财政部也有公布相关的数字 供大家参考 好啦 统统回去了 宣布完蛋啦 不会啦 我们也是依照 参考国际的趋势 来发布有关的统计数据 政府要公开 政府数据要公开 政府制作要公开 主机总处的门 就不应该关 主机总处就每个单位都要透明 那统计数据而已 还有什么 今天都乱乱乱乱乱 我都不送去 我跟你们开门去旁听一下 不敢我们听 现在在主持里面 什么审查委员会的 都是四十年前我的老師級的 我們的國家就是這群人 這群心態 這群做法 掌握著 事實在進步 叫我們台灣在退步 年輕人在升官 腦筋在退化 作風呢 越來越保守 跟人民越來越梳理 同學受信 好請回座 我來做報告好了 從這個 許委員時間到了 給我一分鐘 文化大學社福系副教授 侯明黃 針對我們的賦稅資料 跟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做的比較 前面5%的有錢人 也就是20等份 20等份的這個資料來看 拿走了全國人民所得的31% 5%的人拿到31% 前面1%的人 拿走 超過10%的所得 那 這個 以平均 這個 5%的人 以平均這個1%的人 的這個所得 在2011年呢 是1077萬 很多還沒有記錄進去 就是應稅所得的 要報稅的資料 算出來的 前面1%的高所得者 他的平均收入是 1077萬 但是呢 其他99%的 才78萬 這就是台灣 平如懸殊 一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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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歲 還沒結婚的 有些財產 10億 有些拿博士的 還在外商公司工作的 他現在財產呢 還沒有超過2千萬 他工作了10年了 因為他沒辦法除夕 這就是台灣 這個政府怎麼 怎麼可以繼續這樣下去啊 2016年新總統上來 要向人民承諾 幾年計畫 要把所得 這個分配不均的趨勢 要把它扭轉 不然台灣有一天 就是人吃人的社會 最後沒有人吃的時候 想可以吃人的人 也就離開台灣了 這個數據 雜誌都通有了 我不用在這邊唸 把這問題的核心 告訴這些官員 你們加薪3%有什麼用 你們加薪有什麼用 只是你們的罪惡更累積而已啊 我們現在請李應元委員